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娇干是山西新线人 因为他为官后清真连结 所以也被后人称为山西清代明臣第一人 他出身贫寒 好在聪明好学 所以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考取了见识 从此也踏上了仕途 一般来说 贫困人家出身的苦孩子一旦来世后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迷恋权势 另一种是体恤明晴 而孙娇干就属于第二种 他了解底腾人民的苦 所以一直心系败幸败 是总是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而对于皇帝 他却一直是直言尽见 好在几个皇帝都了解他的原品 即使数次被孙娇干惹得大怒 最后也还是重用了他 雍正王朝中 孙娇干的原型孙嘉诚 是被宁耕要给杀害了 其实历史上却不是了 历史上的他历经康熙 雍正 乾隆三朝 却一直很顺畅 告老还乡后 都又被乾隆皇帝召回来重用 直到1753年 才病逝 小年纪11岁 也是善终了 二 孙嘉诚没钱 拉砖头回家充面子 乾隆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1747年 64岁的缩家诚 以年迈为由请求告老还乡 乾隆皇帝同意了 可是在整理行李的时候 孙 干去犯难了 要知道其他的官员回乡的时候 都是大车小车拉了很多了 可是他由于做官金莲 却没什么能拉的 要就这么寒酸了回去吧 世人恐怕要说皇帝不厚道 更要嘲笑自己没出息 怎么办了 别急 孙嘉诚还真的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他趁着夜色 也准备了十几口沉甸甸的大箱子 不过 里面可不是金银 而是他找的破砖头了 第二天 孙嘉诚拉着十几口大箱子 浩浩荡荡荡的他上了回乡之路 可是还在半道上就被人给拦下了 原来正直的他在朝中得罪了不少奸命小人 这次看他拉了这么多箱子回乡 就跑去乾隆那里告状 说他平时的青年都是装的 这回正拉着金银财宝回老家下福了 三 乾隆被感动 瞎 并把砖头换成银字 乾隆虽然不愿意相信孙嘉诚是这样的人 可是这些人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也不得不下力去来停他的马车检查 这些人拿着圣纸拦住了孙嘉诚 原以为可以抓到他贪污受贿的物证 可是箱子一打开 全部都傻眼了 里面居然全部都是破砖头了 乾隆皇帝也很闹闷 问他为何要这样做了 孙嘉诚看隐瞒不住了 不得已说出了事情 乾隆皇帝震惊了 他当然知道三朝为官的孙嘉诚清廉 可是却没有想到 能寒算到这种地步了 乾隆当即下令 卸下砖头 换上银字 要是把这十几箱的砖头 全部都换成银字 那也是比不小的财富了 孙嘉诚坚决不同意 最终是按照一块砖一辆银子的标准换 他收了五千辆银子 乾隆皇帝当然舍不得这么一个好官离开 两年之后又召毁了他 继续重用 乾隆十八年 七十一岁的孙嘉诚病逝 可是他清正连结的故事 却永远留在了人间 八千达 三十四千里 是十二十四千里 等一花 继续重用